国民党副主席郝龙斌决定角逐国民党基隆立委参选名额 继昨天已经将户口签到基隆的信义区之后 今天一早还来到了市场拜票 不少民众看到郝龙斌现身都是非常兴奋 纷纷拿出手机要求来合影 而对于郝龙斌要选立委 很多民众都直呼真的是不相信 只是郝龙斌空降基隆参选 虽然也要力拼这个初选 但是仍然引发了基层的不满 而对此郝龙斌则是说 大家应该要团结一致对外才对 好 谢谢 你好 我是郝龙斌 可以来一起来好了 16号才刚把户籍签到基隆 国民党副主席郝龙斌争取立委席次 要先过国民党内初选这关 穷民调加分 郝龙斌现身菜市场跟民众拔干净 民众拍照签名来者不拒 甚至在市场内当活招牌 食葱油饼拿泡菜 渗入基层打基底 全英突然空降基隆选立委 引起党内基层不满 国民党一定要团结才有机会争取胜选 所以在上礼拜当党部觉得 希望能够征召我的我主动提出来 我相信只有透过大家一起接受民众的考验 争取民众的支持 让最有民众支持度的人选来参选 我们才有胜选的机会 强调此刻党因团结也表示已经败会其余地方参选人 大家反应都很好 另外谈到外界提出因辞掉党职务在参选 郝龙斌不以为意 任何一个选举 包括议员他在参选他没有要辞去议员 这本来就是争取为民服务的机会 所有的声音我都听到了 那合理的要求我都会尽力来做到 批评方一边红冰展现行动力积极败会 力求24号25号初选民调能顺利过关斩将 康大旗挑战2016区立委席次 欢迎新闻领域人蔡继琳 基隆报导